草地画不好的话风景绝对画不好 你看画山画水画树哪个不画草地 但是画草地又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 画不好不仅污染眼睛还会把人逼疯 那要是画得好那确实挺装逼的 一张风景轻轻松松就搞定了 那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讲一下草地该怎么去画 大部分画草地它就是绣花一根一根的 小草一根两根三根四根连成仙 整得跟我腿毛一样啊 剪不起你还乱 哪有那么麻烦啊 其实画草地啊 你只需要去记住一个口诀就可以了 叫做这一字走线前宽后细 就像是风吹过麦田所形成的麦浪一样 竟然是浪 所以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啊 一层一层的画 注意啊我们再来回走线的时候 其实会出现这种很多白色的小点点 那么游泳水可能强迫症犯了 非得把它给它填补上 那这些小口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模拟出草地那种比较茂密 或者是比较稀疏的地方 显得更加自然 真的就你这潇洒的用笔啊 放到外面去写声迷倒一大片 大家伙觉得炒难的根本原因 就是那种茅草纵横交错的贼复杂 不知道怎么做 那川子老师今天啊就在这里一次性毫无保留的全部交给大家 首先我们得先明白一个概念 叫做叠压 讲简单点就是用深色啊 像修围栏或者是圈地一样 把浅色的形状给它挤出来 等这个深色干了之后 再从这个深色里面挤压出更多的五角性出来 这样一顿操作下来 里面不同深浅的颜色也形成了我们视觉上这种纵横交错 堆叠在一起的效果 它就像我现在所画的这四块玻璃板一样啊 最外层它就是最亮的啊 最里面的这一层它是最暗的 有些同学看到这里啊会恍然大悟啊 老师我知道这个该怎么去画了 我好像懂了 烧一烧等一等啊 这个方法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缺陷的 五角星门 它其实就是平图的一层颜色 根本没有什么细节 所以我们这一边啊 会使用到留白胶的方法 把最外层东西先留下来啊 也就是我们最亮的这一层 最后面再去刻画 给一些纹理啊 给一些这种漂亮的颜色 很符合这种近处的东西 我们看的会清晰一些 而远处的东西 会显得模糊粗糙一点 所以这后面的二三四层 你就可以按照我们前面的这种叠压的方式去做就可以了 好那像这样子啊 我们把下半部分画作草丛啊 上半部分画天空啊 那么首先第一步就是留白 尽量选用啊 有颜色的留白胶 因为我们画的过程当中 还是需要去看一下自己画的这个线条 或者留出来这个形状 它是否到位 你拿一个白色的 跟白纸混在一起 根本就看不出来 而且这里啊 我真的要敲桌子来说了 留白的笔一定要选用这种 特别便宜的尼龙笔啊 前万不要用你画画的笔去留白啊 因为你一旦这样做了 哎你画画的笔那就废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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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有融幕去 哎老师 我能不能少画那么几根 这么多根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复杂 哎呀你是不是傻呀 前面留的多 那这些潮与潮这段间隙 也就是我们之后要做叠压的 那个面积不就变少了吗 这就跟我们做事情一样 不会因为你的偷懒 而把事情变少 你看你是不是又误了 画潮的时候 有的人啊 那个潮啊 就像是里面给了安上了钢筋一样 全部是数值朝天的 拜托你去看一看啊 自然界的这个草丛啊 或者是那个茅草 它克服不了地心引力啊 向上生长的过程当中 会因为过高 慢慢的垂下来 所以大家伙不要再把这个草丛 画成那个刺猬的刺一样了 看着个子慌 整个留白处理成这样子 接下来就是等待它稍微变干一点 铺一层天根草丛的一个底色 这里我们建议用湿化法 去做 就像是最远的地方啊 它都是一些模糊的交界 我们第一步啊 用天蓝加群青啊 先把天空的颜色给它护一遍 稍微把这个颜色呢 往草下面延伸一点啊 方便到时候我们去画草的底色的时候 衔接的更加顺畅 我们再来画草的底色 这里呢我们直接用橄榄绿啊 加一点点浅绿 那整理完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静待画面变干 等不及的同学呢 可以使用吹风 那干了之后 我们来开始做一些这种叠压上操作 我们调一个比这个底色啊 稍微种那么一丢丢的颜色 去做一些这种草湿的状态 如果你想留出一些比较复杂的形状啊 但又实在是画不出 有一个贼简单的方法 用铅笔 轻轻的勾出你要去画的草色 比如说我在这边打一个叉 对吧 那你只需要把这个叉的周围画出 需要去挤压出的形状就可以了 按照这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底色里面的草丛 画的特别细致 好那这一层做完之后啊 咱们再从这个深色里面 再去做一层叠压 跟前面的步骤其实也是一样的 一定要等到 你画的上一层的颜色已经干了 再去做 那这里我用的是感染率加一点点橙色 那游泳学在做这种步骤的时候 简直是狂洗啊 它甚至可以玩一天 但是我想跟大伙说的是什么呢 不断的去增添这个层次啊 会让你画的越来越像一个蜘蛛网 所以呢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准则啊 就是咱们每画一层深色的时候 尽量由下至上开始 因为草的这种生物特性 它都是由一个根开始向上蒙发 所以越往底下走 它其实会越茂密 那我们叠压的这个次数也会更多 颜色自然会重一些 越往上走 逐渐的颜色也就会变浅一点点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叠压的次数 深色块的面积去做到一个控制 对吧 让底下重啊 并且多啊 让上面浅并且少 这样就可以避免画的太过于平均 而且一般来说像这种底纹背景 两到三层就已经顶了天了 那这里我用一个相对比较重的颜色啊 最后再给这个底部来一层 那么第五步也就是我们要去刻画一下 最外层的浅色潮湿 好 那我们所有的步骤做完之后啊 直接把留白胶啊 擦掉 无情铁手 我的手啊 就是猪皮胶 我们这里用一个稍微鲜艳一点颜色 就直接用浅绿加点柠檬黄啊 往上涂 有东西说老师这个太细小了 我容易涂出界怎么办呢 怕啥呀 涂出界了就涂出去了 大惊小怪的 那浅色对深色又照不成任何影响 只需要注意啊 最外层其实也会有那么一点点堆叠关系 你做个两层就可以了 最靠前的啊 你直接浅绿加柠檬黄 叠压下去的啊 被压住的 你就直接用浅绿加那么一丢丢的橄榄绿啊 让它稍微的深那么一点点 迅速的把这些没有颜色的地方啊 给它涂满 我生可别面呀 就上块啊 那这样就完成我们刻画的 50%了 接下来只需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最外层草堆叠之下的一些阴影 那我们这里呢 直接用橄榄绿 不要加任何颜色啊 比如说这一根草堆叠住 下面这一根草 轻轻的勾一条线 哎 看到没有 盖住了它啊 利用这个方法 咱们稍微的去整理一下 第二件需要去做的事情就是 这个草丝越往下走 它的颜色会稍重一点点 把浅绿加一点点橄榄绿啊 往下延伸 用干净的清水笔做一下过渡 那这两个步骤是在我们刻画这个草的时候一定要去做的 加重底部呢 是为了减弱我们底下的颜色之间的对比啊 不然底下有那么重的颜色又有那么浅的颜色 会显得有点过于明显啊 晃眼睛 那去加这种堆叠上的阴影呢 那其实只是为了让它们显得更加的细致一点点 像什么叶脉啊 纹理啊 如果大家会有时间想去做的话 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最后的最后 我们还可以用一些稍微深一点点的草叶啊 去覆盖住这些浅色的草叶 就跟我们人一样啊 谁还没有那个皮肤长得黑一点的这种人呢 对吧 所以自然嘛 总会有那么几根颜色特别重一点的叶子啊 盖在这些浅色的叶子之上 随便划了两下就行啊 让它能够覆盖的住就可以 好 那这样一张纵横胶座特别精致的一个草叢啊 咱们就把它给整出来了 其实过程啊 你理清楚了之后 它也不是特别的腐长 当然啊 草的画法并不止我 今天讲的那么几种啊 还包括刮刀啊 还包括预留 还包括用一些特殊的工具啊 做一些激励效果等等啊 但今天由于时间上的关系 我并不能在这里啊 很完整的介绍给大家 当然我会把这些内容放在咱们的系统班里面 如果大家伙想要更为系统更为全面的了解 有关于水彩方面的小知识 都可以通过主页添加我 那么今天的内容啊 咱们就先到这里 我是一川啊 关注一川水彩 带给你不一样的色彩小技巧 我们下期见 拜拜